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阳辉 欢迎收看股市未来学 我们先从结构谈起 因为除息的关系 你现在不能看指数 你要看结构 自我讲了好久好久 那结构怎么看 我们先看 其实最近不是有电子股强 非金电或叫传产股 这个也很强 那么非金电传产股强之外 你再看1028金融股 金融股也上来了 这整个缺口都封闭掉 所以非金电跟金融股上来 那电子股要不要跌 也不一定要 电子股还是有创新高 所以这个关键点 从非金电从传产金融到电子股 虽然说这几天最强的不是电子股 这两天最强的还是从非金电到金融股 那些电子股还是有跟上来啊 那主要的原因叫做量 从大盘第二天出现972亿的成交量 我说这两天的量已经跟前面不一样 第二天 第二天900多亿的量我就跟大家提醒过 然后再来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 连续这五天的这一堆量 很均匀的量跟前面也不一样 所以它能够支撑整个结构 大家能够轮涨 这个叫量跟结构 你看这个才会准 看指数不会准 指数如果过了八月份还是8900点 你要加200多点上去 将近300点 所以要看结构不是看指数 涨跌我都会先提醒 要涨要跌 我一定很中肯的跟各位报告 趋势我们要领先 问题是投资人的个性要怎么执行 投资人的个性如果没有办法改变 那你的操作习惯就不会改变 今天是礼拜五 我们谈一下国际股市 国际股市你看到美国股市 它已经创新高了 那美国股市 我不是今天才讲 从五月初 六月初 七月初 在这个框框里面的时候 你多少要做一些资金的分配 因为你要防止说 万一这个地方不是上去呢 它是下来呢 那可是这个框框是什么意思 现在上来之后你确认它扭转危机之后就要更积极 从五月初 你这一个percent并没有跌掉啊 这个框框是什么意思 两个多月了 其实那是一个个性的问题 积极的人早就来想说两个多月了这个框框是怎么用的 积极的人就是成功的人 六月初从五月初 一个percent没有跌掉 打到刚好上来 上来它就是在一个扭转危机的过程 到了六月底 英国公投下来 又回到这个框框 再接再历 讲完之后再接再历 再接再历之后你看到今天在往上涨的过程 在创新高的过程其实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你这个原理原则方法 这个原理原则方法到今天这个框框 经过了五月初六月初七月初到现在 两个多月的时间 有的人还是不会 可是你会了一辈子就会 不会的一辈子就不会 所以这个框框它牵涉到未来很多股票的操作的模型 美国政府是这样操作的 那你怎么会认为说其他的外资也好控盘也好 他也会用同样的原理原则方法 所以这个框框是什么意思 两年多三年了 你应该要会 现在为了要让你会 你就是要去看我接下来要给各位 送给各位的专属的会员的影音 这个框框在用 原理原则方法都一样 五月初到现在我画的这个框框 英国公投在创新高 你再用到台湾的电子股 台湾的电子股就算在这个地方有整理 最好 整理越久越好 但是它整理完之后 那整个的强度 会跌破很多专家的眼镜 这个框框跟两个月前 两个半月前的美国股市是一样的意思 跟两个月前的美国股市 这个地方的美国股市是一样的意思 就算台湾的电子股在整理 它都是一个中期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你再去运用 你怎么去运用的问题 这个位置你再看到短线的支撑 我不是今天才来画这个位置 一样 我早就告诉我们会员朋友 这里是怎么长的 这里是怎么长的 这个位置要完成 那这个中线的位置要完成 现在就是在这个中线的位置 你之前就要有这个想法 不是现在才想 我也不是今天第一次才讲 我说股票一定会涨到 让散户受不了 因为散户看空看短 那要出货给谁 没有出货的对象 所以要怎么做 没有出货的对象 要出给谁 这个都是我事先讲过的 各位你 你可以反复去运用 你不是只有用一次就好了 现在你要更进一步会的是 这个支撑是什么意思 每个人只会讲说涨涨涨涨好多 可是涨到这里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支撑打到 为什么刚好上来 你要学会的是这个支撑 因为这个支撑又可以用到很多的个股 个股的运用也是要先找到这个支撑 而这个支撑又不是电视当中能说的 所以积极的人 个性有成大事的个性的人 你就会发问 这个支撑是怎么去运用的 那这个支撑怎么去运用 你就会想到说 问完之后我怎么样亲自的跟你回答 这样才是最有效的方式 这个有效的方式 你才能够不断不断的进步 如果在这个股票市场 散户都不进步 那你就是一直被阻力修理 这个是很残酷的现实 那你怎么去反复的应用 不是只有看股票 看我的节目你可以看到股票 但是如果你只是要看股票 那也太浪费了 看股票你还要知道怎么做 上个礼拜 上上礼拜我已经谈过了 上个礼拜 压回后就是一个买点 就是刚才你看到这里 就是这里 那你如果看股票 你说1532 我昨天还讲过了 秦美 你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可是你说今天跌了 今天跌了 你立于不败之地 因为你在这个地方都卖得掉 因为我会通知你在这个地方 通通卖掉 你少赚但是没有赔钱 你扣掉手续费 你还有赚 你虽然没有赚到最多 但是你卖掉 你还有用到别的地方 用到什么地方 我们等一下还会说 做什么怎么做 所以我说 你看到的股票 你还要知道怎么做 你在电视当中看股票 你还要知道怎么做 然后我还会及时提醒你 我说你立于不败之地 就是立于不败之地 那是一个价位设计的问题 那是一个买点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 你所听到的 刚才到现在 它都是在于一个涨跌的问题 可是接下来我们要谈到操作的模型 这个操作的模型里面 昨天我们有谈到百合 这个短线 短线你看到它涨 短线你看到百合涨 可是中线的条件 你怎么去看 虽然我今天时间不够 但是我还是要讲 因为我昨天既然讲了 我今天还是要把这个操作的模型 跟大家报告一遍 短线这里为什么会涨 就跟这里为什么会涨一样 跟前天昨天今天为什么会涨 7月13号 14号 15号 为什么会涨 这是短线 中线这个地方涨一样 这几天的涨跟这里是一样的 那涨到这里为什么会跌 就是这里 这里跌到二十几块 这里有二十几块钱 二十几块钱就是从这里来 这是四月份 四月份压回来到前天开始涨 涨上来它要做什么 涨上来它又是到这个地方 那从这个图形里面 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来 百合这档股票主力的心态 那主力的心态 我又不能在电视上讲 我如果在电视上讲主力的心态 我会得罪很多人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上一次为什么会压回来二十几块 这几天短线要涨 你也可以看得懂 但是像短线涨上去的时候 涨到什么地方 它又要整理 这跟主力的想法很简单 这股价的语言它已经告诉你 它不知道要怎么出 可是它又不愿意再拉一波大的波段 这个就是股价的语言 股价最真实的语言 有时候电视当中时间有限 然后我也不知道听的对象是谁 也许公司大股东正在听 那又得罪人 所以我们就把个股 再放到会员专属的影音里面 这是我前天测试的 这目前还在测试当中 但是前天你看到的股票 是不是在涨 这个地方在涨 它告诉你说 很多的为什么 就算你买了160像180 好了你三天赚了20块钱好不好 你知道说做什么神盾 指纹辨识晶片 怎么做 为什么 中间的策略是什么 主力的行为是什么 这个都必须要在这里面做说明 你只知道股票名指没有余用 因为接下来它要做什么怎么做 你要怎么做 操作的模型是什么 价位的关键在什么地方 这只能在会员影音当中 跟各位做报告 那预告 你节目当中可以看预告 在节目里面 你去培养您的预告能力 您的执行能力 上个礼拜 四台风前预告的股票 双镜头 双镜头 一个礼拜前在这里 这个礼拜五天 一二三四五 一个礼拜前是不是在这里 一个礼拜前 一个礼拜后 这也是一种预告能力 上个礼拜你看到的简直十年磨一剑 一个礼拜前 这个礼拜一二三四五 五天 一个礼拜前 一个礼拜后 这个叫预告能力 那我上个礼拜跟大家预告的 双镜头 大力光大涨 简直十年磨一剑 我跟这个股票其实很大的渊源 9911樱花 这个渊源又不能在电视当中讲 不好意思 可是我上个礼拜跟大家预告的 这个礼拜它有没有涨 目的是什么 我都写出来了 那这是上个礼拜的预告 如果你要看股票 那下个礼拜的预告 我们先进广告 马上回来 大家好欢迎回到股市未来学 下个礼拜 什么股票会启动 还是按照我们的流程 你的选股流程 先从它的成长轨道开始 那这两个月 四月五月份 你看这蓝色的营收的轨道 它停在这个地方 是因为库存在调整 那库存调整已经接近尾声 再来第三季新厂 新厂是用来做车用电子 智慧家庭 汽车联网里面 防撞雷达这些新的订单 所以它接下来会有成长 但是股价发动点 要有股价的位置 现在问题是散户偏空偏短 你看了股票也不见得敢买 买了也放不住 一直到涨到受不了了 才会乱买 可是主力看的是确认 确认之后看计划 跟散户看的不一样 我们要看确认看计划 上个礼拜 这个礼拜一 因为礼拜五台风假 礼拜一大连大 这也是大连大 那大连大它的位置 它是好进出 价位容易设计 它的好处就这样而已 股性并不是很好 但是有成长轨道 这是我们坚持的原则 这成长轨道背后 再看股价的位置 到了这个地方 你去买 我是不是请会员朋友 在这个地方买 买完之后到今天 它是不是涨上去了 从38块多涨到40块 涨到这外面这个地方 这是到昨天 今天再涨到40块这里 那短短这几天 你看到的这个合并K线 它是一个十字中绩 所以再涨再涨 这是极短线的东西 这个都最基本的 还陷在于 它还只是在一个涨跌的问题而已 那问题操作的模型 它跟它 它的位置比较不好 但是它涨的时候 它不涨 它涨的时候 它不涨 这我昨天有讲过啊 只是你这样看比较清楚而已 昨天我是用电脑讲 所以接下来它不涨的时候 它会不会涨 你就看这个 它不涨的时候 它会不会涨 可是买的价位呢 你又差了一截了 还有一档股票 我说请你先上车 今天来电 上一次来电 因为你与众不同 你与众不同 所以请你先上车 208拉上去 打下来再拉上去 208到265 这个地方57块 208买的 今天最高265 57块可是 上引线17块 上引线17块剩下40块 怎么做 所以给你看一档股票 真的有用吗 然后说你今天打电话进来 因为你与众不同 让你先上车 少数啦 就是几个人 那几天就几个人打电话进来 昂宝也是一样要知道 它成长轨道从什么地方来 成长轨道从这个地方来 快速充电IC 已经通过客户认证 成长轨道从什么地方来 必须要去追查 去查证 问题融资是谁 6月8号我跟大家讲融资是谁 6月8号就这里 各位回去看6月8号是不是在这里 还没有涨 6月8号 6月8号我只问一个问题 融资是谁 这个地方融资是谁 融资是谁 好那涨到现在从208涨到265 今日来电你与众不同 下个礼拜你先上车 我不是说4947的昂宝 下个礼拜的股票 你先上车 在这个假日当中来电的投资朋友 因为你与众不同 所以你先上车 那如果刚才谈到了4947的昂宝 要怎么做 要回到这个位置下面 到这个位置 要不要做 我再通知你 这个就是一个操作的模型 所以纯粹的涨叠到操作的模型 是不是有步骤 有计划 是不是有一个标准 有一个旋骨的标准 操作的标准 这个是我们合作很重要的基础 这个才是你跟我一起合作赚钱的宝藏 那为什么 你再看一次 为什么 为什么它会涨 这里面有很多为什么 绝对不是一个股票名字 6462神盾 我花了11分钟的时间 这个影片可以送给各位 我现在还可以送给各位 可是当我正式启用的时候 大概在月底 八月初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 现在网路的部分在建置 需要一点时间 其实影片的部分都可以随时给各位 我可以送给各位你说为什么 一档股票里面它有很多个为什么 牵涉到你怎么进怎么出 这不是给你一档股票名字就可以解决事情的 所以在这个假日当中 我们现在平台设计的很好 你今天看得到 下个礼拜三之前你还可以看得到 下个礼拜三之前 你之前拿过这个影片的会员朋友 你就看不到了 就自动销毁了 它会自动就你就看不到了 所以你要就在这几天当中 我还可以给各位看看 清不清楚 然后我在会员影音当中所讲的内容 跟电视当中讲的 会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东西是在电视当中没有时间讲的 不能讲的 不愿意讲的 不愿意得罪人的 然后我也不能一直讲我们的股票 因为到时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也不知道是谁 你变成买了一大堆 我还要帮你拉上去 这也不太公平 所以很多个做什么怎么做 你还要知道为什么 7月12号同一天 其实我有跟他预告 这才叫预告 这预告是很清楚的 然后你还要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才花很多机会去发展 你可以用LINE发问 你可以用你的LINE发问 我会直接跟你做回答 这样才最清楚 这样才能够自无不言言无不尽 你才能够建立一个趋势是怎么形成的 成长的轨道是怎么来的 中间的价位设计 这个才是大学问 主力的行为不方便讲 操作的模型牵涉到我们能够赚多少 赚多少已经不是涨跌的问题 是操作模型的问题 所以当你听到这个时候 又回到最原始的问题 你的个性 当你从 刚才从美国股市听到现在 每一个个股的做什么怎么做为什么 又牵涉到每一个投资人的个性 这个个性又决定你在股票市场能不能成功 会成功的人 在股票市场会赚钱的人 那个个性一定是积极的 而且在股票市场会赚钱的人 他一定知道 未来的成功是由现在决定的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在这个假日当中 我们都有值班人员可以接听你的电话 你不用客气 你可以在这个假日当中 直接打电话 跟我们线上的服务人员 索取影片 礼拜一再会 拜拜